有节操 多样化 有好 全面 诚实 学术方面的目标的话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跟中国的传统的关系 非常不一样 老师和朋友 更像是朋友的关系 然后老师会领导学生 做一些探索 还是不会 会带着学生 打到他们的 探索他们的潜力 然后评分系统的话 也不像在中国一样 考试那么重要 会经常会有课堂的表现 会有20% 作业会有20% 考试有20% 各种研究项目会有20% 实际上分数的 平均分配能让学生会更 更适应的 维持一个高的学习状态 在整个学期中 这样子会 这样子就更接近于 大学的学习方法 帮助学生更好的 过度到大学 然后生活上 会有很多那种学生会政府啊 运动队音乐会这种活动 呃 参加这种活动呢 锻炼 呃 我们跟跟他人合作 一起合作能力 一起交流的能力 然后 呃 在这种活动过程中 会有很多不同的人 会有很多各种困难 会需要克服他们 呃 好不好 视频欢迎设计 观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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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